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点的营业时段 六间店面坐满了人 外面的人龙也不间断 为了应付时刻 每个晚上都要出动 比上午多三倍的人手 瑞春卖的是点心 为什么会在晚上开业 再讲回来就是1962年 我父母亲在穿越的时候 在这个Jalan Bursar的地段 是有一个娱乐场 就是新世界娱乐场 而且附近也有这个Jalan Bursar体育场 那段时间Jalan Bursar体育场 就是国家体育场 所以晚上这边地区是特别热闹 有新加坡的体育比赛的话 就人群就很多 而且旁边这边的活动 夜间的活动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边开晚上的话 就是配合了当时的地理环境 去才开始做晚上的生意 为了确保品质 瑞春多年来也只有位于Jalan Bursar的这间店 做的送餐生意也不多 但是阻断措施期间不能堂食 他们开始专注于送餐服务 结果效果显著 我们碰到的最大的困难 就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团队 去迎合只做送餐服务 疫情影响 我看 谈食应该是八成半没有得做 但是我们再尽量推出 送餐的服务 这个平台给我们拿回了 将近六七成的生意 美食家说 瑞春能在阻断措施期间 靠外卖生存 主要是因为价格大众化 所以多年来 累积了固定的顾客群 尤其是年轻人 它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那当然因为有些年轻人 可能刚刚出来就业 薪水拿的也不多 可是又想吃 或是想带家里人去吃 这个地方很适合 它没有像我们可能一般上商人 我没有地方停车 我为了停车很麻烦 我不去 它没有 所以它已经有了那个基本客 它已经铺好了一大群基本客 当疫情开始的时候 它开始做外卖 这些基本客觉得是一个管道 我去不了你那里 我把你东西拿 叫回来 搞不好叫得还更多 因为你去可能两个人 四个人吃 你叫回来是一家人吃 叫的就更多了 近年来 不少茶餐店陆续进军本地 陈炎丽却不怕竞争 认为58年的老字号 能够站稳脚步 竞争也是一种推动力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 我们是用正面的点去看它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良性竞争 因为你打我我打你都没有意思的 一般的时刻到最后 就是要你东西好吃 要你的服务亲切 最基本的就是这两样 虽是老店 瑞春却没有原地踏步 而是积极做出改变 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个月前 他开设了中央厨房 集中火力 主攻送餐服务 这个点子 来自陈炎丽的职儿 陈杨恒 杨恒今年29岁 毕业于金融与会计系 曾经经营网上咖啡生意 后来为了帮助大伯拓展业务 杨恒便在去年加入了瑞春 肯定是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是一个老招牌 挑战性是很高 我就是把我最近四五年 做了咖啡的生意 学到的东西 把它带到这边 对吗 也看外面人家做的什么东西 也学了 到处去学了 到处去学习什么去 应付这个参业的生意 因为参业的生意 全部都是很 practical skills来的 赌不到的 在学校是赌不到的 他交的朋友跟我交的朋友又不一样 他有很年轻的朋友 他也了解市场的年轻人的消费行为 但是我要先给他一个磨练 然后要给他再去尝试 如果年轻人你不给他去外面尝试 他不会留在这个老店太久 所以我就同意他的想法 中央厨房专注于制作容易保持鲜度的点心 再派发到全岛东南西北的送餐集中点 让那里的送餐员取餐 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让食客更快拿到餐点 同时确保食物的品质 我们发现到很多顾客在阻断措施过后 还是有送餐的要求 我们要突破那四公里的局限 那foodpanda那种送餐公司的局限 就是说超过四公里他们就不送 我们的那些data我们就看到 东区跟北区都很多需求 所以我们就把厨房放在东边 然后我们送餐的顾客就会比较多 我们主要是考虑到人手短缺的问题 目前是希望通过制应的方式来保持食品的品质 这边的工作流程会比较整齐又比较卫生 所以会比较适合我们走出去 不同的经营的方式像QS的方式 所以我们全部从这边做 送出去在那边见真买 未来杨恒还想研发冷冻点心 让食客买回家自己争 他们也有计划在商场开设点心小站 小餐厅也不排除以连锁的方式经营瑞春 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瑞春能走出国门 我们这边的品牌建了50多年 我们的食品的品质也控制得很好 也受了很多顾客的欢迎 游客特别是游客 我们有把握着国外的朋友会欣赏我们的点心 咖啡或茶 拌熟蛋配上吐司 也能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拍照打卡的高颜值早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